今天这个影片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就是 不要剧透 你不要剧透你自己的人生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都好 不管你做好还是还没有做都好 你不要先剧透 你还没有看到那个成绩之前 你先不要剧透任何东西 我觉得有个东西我们 可能没有搞清楚 就是吸引力法则 不是单纯吸引好的东西 吸引力法则是吸引所有东西 如果你现在想着一个东西 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它真的会发生的 不管是好还是坏 so 与其去想那些 你现在明天有考试 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做都好 你要做的就是 你给完你所有你能够给的东西 然后成绩都还没有出来 那些东西都还没有出来 你就不要去想先 真的有什么东西跑过你的脑袋 完了啦 我觉得我不会 不会考到很好 有这个东西跑过你就 马上让它快点消失 最好的就是不要去想 连这个想法都没有的话是最好的 因为我跟你讲人很可怕 就是当你有一个那种 怎样讲啊 不好的那种想法出现的时候 我们人会放大放大放大到一个程度 是到另外一个level去 然后完全本来就没有这些事情 你会去想象出这些事情发生 我今天要提这个点就是因为 我很坦白跟你们讲 你们要有一个很健康的mindset 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 怎样讲啊 self awareness 你要有一个自我那种什么警惕嘛 就是你要自己跟自己讲说 我不可以这样子想 即使我知道我今天发挥到没有很好 可是我也不要去想会考的很烂还是考的怎样 你就不要去想任何事情 你能够想好了就想好了 那些坏的 你那些有了没有 你就尽量不要去想 因为 还是那句话 很多时候 我们会无意间吸引一些不该吸引的东西 然后最后的时候 我们人要去解决它 就是本来就没有啊 本来就没有到那么夸张去 然后 你现在你要pay这个price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多次好多次 我 我也尽量不要去 让我提出来 去跟朋友谈 在萤幕前面谈 还是什么都好 我尽量就是不要去想 不是我在avoid 不是我在干嘛 而是这些事情我懂就好 我自己去处理就好 就是不要再去跟任何人讲 不要再去想那么多 那个东西跑过了 一下子 你沉浸下来 告诉自己了 一下 就让它走 尽量不要去想 让自己忙起来 让自己去做一些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喜欢跑步 你喜欢去运动 你就去做 你剧透太多哦 有一天你会发现到 你的世界会变得很小 然后你做什么都不对 然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很像一个 不在 对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其实这个事情的源头就是 来自于你自己的 Imagination 然后时间久哦 你的世界里面 就会感觉到 所有人都是错的 所有人跑过来跟你讲话 所有人来给你鼓励都会感觉是错的 然后开始有这种 乱七八糟的这种思想 我讲的都是个人经验 就是你 你吸引到一个程度 你开始去avoid好的事情 因为你已经在想 如果我做这件事情 等一下又会怎样又会怎样 然后你开始去想这些有没有 这是我个人 一直在提醒我自己 我一直要跟我自己讲 有些时候 我现在去做 比如讲我现在拍这个影片 我就不要去想那么多 这个影片 会有什么result 反正我都没有去管result 尤其是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更不要去想 我明天有个考试 我更不要去想 我会考到有多高分 还是多低分 我就好好读完自己的书 就去考就对了 因为一旦你想的越多 你的行动力就会下降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 来当作这个影片的结尾就是 我们人为什么会加物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你太在意过去 然后你又太担心未来 然后此时刻你忘记掉 你手头上还有其他东西要做 所以活在当下 你控制不到未来 但是未来需要你 你也控制不到过去 因为过去不需要你 所以好好活在现在 此时此刻 这个影片结束过后 你们就会做你们想做的东西 一定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做到 加油 拜拜